什么植物吸甲犬 哎 可能画手呢 哎呀 辛辛苦苦 大半辈子 摆了个房子 刚装修好 然后肉肉到里面 哎呀 给老花一来分享 这个我说 首先呢 恭喜您瞧见之喜 我说吸甲犬 这一块您看我怎么样 啊 说老花一 你闹了 你呢 我说我就会吸甲犬 我说人都不吸甲犬 我说你一旦吸就完了呗 我说你吸不吸甲犬 他说我不吸 我你不吸 你担心啥 甲犬你又不吸 你还会中毒吗 他说 那甲犬中毒 那还是我吸 我你吸 你吸就完了呗 我能不能买两盆花帮我吸 两盆不行 你要是吸甲犬 这什么植物都能吸甲犬 那两盆花肯定是 帮你吸不了多少甲犬 那你得多来几盆 你家里边摆满 这个东西可以 我不知道 以前的时候是哪个 就是搞科学科研的 这啥的 也是一个波子 就做实验 50盆绿罗能吸多少甲犬 测完以后呢 哎 就是说感觉 没什么变化 然后呢 他把绿罗的叶子全剪了 把这50盆那个土放进去 哎 感觉跟以前的变化差不多 其实植物吸甲犬很少吧 真的是很少 因为它的一个呼吸作用很有限 它的一个吞塔功能 它不可能说是把这个东西都吸到自己的一个体内来 中上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事 你说没什么变化 是吧 其实呢 你要是真的想吸甲犬 你说买两盆花的 这不太现实 你得多买几份 好吧 你得家里边摆得郁郁葱葱的 你要说到植物吸甲犬呢 它真的是特别的慢 你像你一屋子的话 估计都没有一个人吸得多 所以说你看啊 打表说开玩笑是吧 为什么说半信王上都喊着人过来吃饭 你小心点可能喊你去吸甲犬 哈哈哈哈 另外呢 就给大家说一下 你要真的想避免甲犬呢 就是尽量的多开仓通风 如果说大家有经济条件的话呢 尽量的选择一些个比较环保的材料 这样的话会大大的降低咱们一个甲犬的几率 如果说您就是说 比较贪便宜 比较说受骗了 如果说家里面有甲犬了 就不要去盲目的交智商税了 尽量的去开仓通风 不建议大家着急入住 尽量的就是 最起码的三个月或者半年以上吧 你再住进去 是吧 或者说呢 你自己想点什么办法 你指着花的一块 真的 真的是没办法 说是一下子给你跟出这个事 你包括现在有很多促甲犬的 咱不了解人家那个行业 反正就是我之前 也是住过那种新房子 也就是说装修的时候 我尽量的就剪装 现在呢 大家也都知道是吧 现在叙利亚风格都很流行 你就尽量的剪装就行了 没必要把那些个花里胡哨的钱花在装修上 现在房子不知道价格怎么样了 咱不成那个了 反正就是说 养花那一块呢 养花就是为了好看 你别让你别指着 他给你接多少果子 开多少花 就给拉扯孩子一个道理 就是为了 成就你自己 完整你的人生 你还指着孩子给你养老咋的 我养那俩娃 我从来没指望过他们怎么的 就心里面想 这不是说我不想养老啊 我四个老人俩孩子 这都是我的 好了好了 今天呢 这个问题呢 就给大家说到这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吃人 拜了拜了 拜了 嗯